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8月19号 8月17号 中共所一手指挥的小风红 战狼 义和团 红卫兵们 在海外演绎了一幕闹剧 他们对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海外的华人 进行了疯狂的攻击 骂他们是汉奸 卖国贼 分立左国 然后他们歌唱红歌 然后他们开着豪车进行炫耀 然后进行冲撞殴打 所有的这些事情背后是中共在策划 所有的这些事情也表现了 中共所洗脑的这些年轻人 是何等的幼稚 何等的可笑 何等的野蛮 那我自己呢 刚从台湾回来 在台北啊 这个自由民主的土地上也遭遇到爱国同行会 差点进行一个突然的袭击甚至殴打 这些经历呢 都告诉我们在西方 在自由民主的国家 为什么这些小风宏如此的猖獗 我们今天呢可以来分析一下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呢 这次817的活动呢 有很多的特点 一个是在当天呢 全世界很多的地方同时进行 像莫尔本啊 多伦多啊 伦东啊 温哥华 说明呢 这个不是偶然的 这个是中共当局一手策划 专门是针对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他们发起的 除了美国之外 其他的国家呢 都有这些零星的这些活动 美国呢 为什么没搞起来 等一下我们就会分析 统一策划 而且呢 都是些年轻的留学生出面 他们的活动呢 也是非常的可笑 自由亚洲电台呢 总结了他们表达活动的几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呢 就是他们到处都要唱国歌 唱这个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站起来啊 这些世界他们本身就是个奴隶 第二呢 他们进行冲撞殴打 动不动就拳脚相架 警察也抓了几个人 第三呢 他们骂人家是这个卖国贼汉奸 而且呢 他们告诉中国是什么自由民主啊 第四呢 他们就是满嘴脏话 人家香港人 支持香港的人 讲这个香港自由啊等等这些话的时候 他们就用中国的那些国骂最脏的话 而且集体的来骂脏话来应对 这是在这个外国人看来呢 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集体的来骂脏话来应对 说明他们理屈自穷啊 说明他们相当的这个野蛮呢 第五个电影呢 就是炫耀 在很多地方呢 这些官二代富二代 这些留学生 开着这个法拉利豪车上面放着五星魂旗 进行一个大的一个炫耀 我们先先看一下 自由亚瑞电台放的这段视频 他总结了他们的行为特征 然后我们再分析一下 为什么他们这么猖獗 再看一下我自己啊 在台湾的经历 美国民主 他们 NOT得震的 城内 这本无论 大家什么真的 入家 You are over there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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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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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